年度直立艺人 张艺兴 张艺兴 张杰 有请两位来到舞台 接下来我们有请荣誉见证嘉宾 微博娱乐总经理陈春 为他们送上荣誉 恭喜三位一起合影 谢谢 谢谢陈春总 谢谢陈春总 请您落座休息 谢谢 也请两位稍事留步一下 首先还是要祝贺两位 获得了我们微博授予的奖项和荣誉 与此同时 刚刚其实我们一直在前面就介绍 我们一直在微博上 和所有喜欢你们音乐的朋友紧密的联系 所以有几个小小的问题 首先是一心哥 因为一心哥前段时间 被微博评为了 年度最温暖陪伴电台的主理人 不仅上了热搜 而且去年底的时候 也使用微博语音直播这个新功能 零点陪粉丝听歌 所以用这样的新的方式 和粉丝们去沟通的话 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感觉如何 是粉丝 希望用这种方式 拉近跟我的距离 然后我也希望 通过这样的方式 能让他们感受到 彼此给予的温暖 那杰哥刚刚我们也介绍到了 有推出新专辑 外南街的1982 同时首次尝试在微博上进行了 张杰围炉夜谈会 实况热聊 话题的阅读量达到了1.2亿次 登上热搜热聊的榜一 那当时是不是首次尝试 用这种方式跟粉丝之间进行互动交流 我其实还想问一下两位 今天拿到奖项的一个最重要的感受 因为刚刚我们说我们通过微博 当然也感谢微博 不断地提供这样新鲜的方式 比如说零点 大家一起来围在枕边去听这样的聊天 但与此同时呢 我们的所有粉丝和观众 其实能通过微博来表达对于你们的喜爱 于是收获今天的奖项 两位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首先感谢微博 感谢微博音乐 感谢新浪娱乐 感谢我的粉丝朋友们 然后年度实力一人 希望实力可以成为我永远的底气 然后希望接下来走的每一步 都可以走得越来越扎实 谢谢 谢谢一新哥 杰哥 分享 但是因为今天正好是岁末年初 这个特别的时刻 我们聊完过去一年 对于观众们听众们的感谢之后 也想一起来聊聊 接下来的计划 无论是音乐上面的 特别是微博上面的哪些计划 比如说 像刚刚那样的夜谈的方式 那样对话的方式 那样沟通的方式 新的一年要不要继续尝试 我知道一新哥 好像有一个视频IP 好像是要在接下来这个微博上面 要跟大家公布 但是名字还没有确定好 那个视频IP什么时候 会在这个微博上面跟大家讲 看这个眼神行 还没有想到这个时候 会跟大家讲清楚是不是 没关系 那就先暂时保密一下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事 你真的不知道 他们偷偷告诉我这件事情 什么事 那就不要讲出来 不要讲出来 讲出来的话 就提前把微博泄露了 但是没关系 我跟微博的人聊一聊 没关系的 但是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那还有哪些在微博上的互动方式 或者是互动方 就是能够跟大家预告一下 其实社交微博啊 不光微博嘛 也包括你的音乐作品 对 对 我有一首这个新年 讲信来了 对对 我有一首新年欢乐的歌曲 准备在一个特别的日子 跟大家见面 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愉快 和喜悦的气氛 哇 心里咯噔一下 我心想我差点替你许出一个flag 没问题 就是一个快乐的歌曲 希望在微博 在一个开心特别的日子 送给大家 对不对 是是是 那杰哥呢 杰哥接下来怎么 有在比如说在音乐方面 在微博上面有哪些 想分享给各位的 网友在经常会说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你贡献了将近一半的 各种鼓励大家的正能量的歌曲 而且是因为 在过去年当中 我们不时的需要去激励 需要去陪伴大家 那么在接下来一年当中 有没有类似的歌曲 还会向着那个方向去创作 还是说 在未来音乐创作的方向 还会进行哪些调整或尝试呢 很棒的 所以我也觉得 就是应该 大家都不断地努力 把中国的元素 中国的内容 让更多更多的东西 放作更多的交流 所以在音乐上 最新的消息 原来那个视频IP 是前年就开始在更新 只不过他们想帮你催一催更 希望能够尽快地更新一下 什么时候会 再更新一些新的内容出来 前年的那个视频IP 哪一个IP啊 要不我们跳过这一把 那就是 我觉得这个视频IP 其实他们就是希望 在这个微博上面 能够分享一些 更多的新的内容 不断地分享给大家 但是刚刚 其实我们一开场的时候 就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DNA音乐联盟的主理人 有这样那个 新的音乐身份之后 主理人的身份之后 会不会 同样会花很多的精力 然后去打造这样的一个音乐联盟 然后这样的音乐联盟 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动作 能跟大家聊一聊吗 不会不会 合伙人还是很强的 所以那个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开心 是能够花更多的时间 能够在打磨音乐作品上 其他的就交给合伙人吧 不会带团队 你就得干到死了 好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 就是说所有人上来的时候 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拜年了 也请两位用你们的方式 来分别给所有观众朋友们 送上新春的祝福 好吧 我们先从杰哥开始 又来咯 是 希望大家 杰哥 提心哥 祝大家 祝大家 大吉大利 前兔四季 好的 谢谢两位的新春祝福 同样的祝福也要送给两位 再次祝贺两位 获得荣誉 祝贺两位 谢谢 来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也要祝福一下 bob 还 好